一定会跟我的什么 跟我的类别名称是一样的 那传进来的话呢 实际上就传到一个什么 传进来是一个 这个叫什么 一个 greview的Activity 那实际上就传进来一个Activity 那我们利用这个Activity 抓到之后的话呢 也就是说呢 我将来这一些图 会在这个Activity上面去绘制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建立我基本的架构 那里面的程式部分的话呢 第一个我必须要去接什么 接它丢进来的这一个Activity 之后的话呢 在我产生View的时候呢 我必须把它画出来之后 再把它return回去给这一个Activity 就直接在我们的画面上面产生 我们要的这一些 这一些View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这个地方我先把 最后完成的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那刚刚的部分的话呢 它会传进来一个 这个叫greview的一个Activity 对不对 那我特别注意啊 这个地方呢 我就把这个greview 再丢给前面 那前面部分要可以接嘛 所以呢 我在上面呢 宣告有一家Activity 它的名称 叫做A好了 丢给这个A要做什么呢 因为呢 下面有一个所谓的 那个getView 取得View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Activity的一个名称 所以这边的话呢 底下要怎么样产生 我这个这个View 特别注意啊 这里面的话呢 底下getView的地方呢 请你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说 我这边宣告一个ImageView 叫做IV好了 你有一个IV呢 后面有个参数 一定要给什么 给一个Activity OK 因为他才知道说 我要在哪边绘制 我这个ImageView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产生什么 产生ImageResource的方式呢 取得它的Possession 所以呢 会分别从0 1 2 3 4 5 总共有6张图 会帮我产生有6张小说图 然后呢 它的说放大小的话呢 FistCenter 就是至中 它的大小的话呢 就是180 OK 那最后特别注意啊 一定要Return回去 因为有很多同学呢 最后没有Return 没有Return的话 那一张小说图 就不会出来了 OK 我们利用BestAdapter的方式呢 产生小说图之后呢 最后呢 再怎么样呢 再用SetAdapter的方法 怎么样 再给Review 取得什么呢 取得这个Adapter 它就把这个Adapter呢 丢到Review里面 就可以修出这6张小说图了 所以这个流程 还蛮复杂的 OK 这个定义题的话呢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了解一下 这个基本流程 那比较容易出错是 第一个 怎么样产生一个BestAdapter 名称叫MyAdapter的内部类别 OK不要是外部的 外部也可以 只是说你外部最后呢 使用的方法会比较复杂一些些 再来的话呢 因为这边有传值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这边让它自动产生建构值 OK 它会产生建构值 再把这个传进来的 这个Activity丢给 我们上面宣告一个Activity 把它接起来之后的话 最后呢 再丢给这个ImageView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嗯